接著要跟大家介紹這個叫做剪貼部加強 因為平常我們用的剪貼部真的不大好用 或者你從來都沒想過剪貼部還可以加強 那我們先看一下軟體在哪裡 剛剛您下載了之後 您找到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做Dicto Dicto 在這裡有沒有 這不用安裝的 點進去 有沒有兩個版本 因為有的電腦如果你有特殊需求 他也許會裝32位元 因為有些就系統 那大部分大家先用新的嘛 所以應該是64 你就點開 有沒有一個執行檔 你就點他兩下就好了 那點完了之後呢 你的會執行在右下角這邊 有沒有看到我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但是各位要留意一下 預設的話呢 他應該會藏在裡面 有沒有我們現在執行是會藏在裡面 所以呢 你這樣要再打開再找他是比較麻煩 所以人性一點好嗎 按著他丟出來 這樣會比較人性 那你不喜歡就真的按著他再丟進去就好了 這樣 可以喔 好 所以 請大家先把軟體執行一下 現在大家軟體都執行好了 我們先 探討一下 剪貼部為什麼不好用 您看一下 我們一般的Windows內建的剪貼部 請問 你如果複製了這個 剛才三下還記得嗎 記得不要跑到山上 在三下就可以了 OK 你點了三下 我把它複製了 我現在在把它複製這張圖片 請問 我剪貼部面是什麼 圖片 所以如果你要文字 你會怎麼做 再回來 又到三下 這樣你沒有覺得很累嗎 而且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是文件或網頁我關掉了 是不是要重新再找回來 這樣你不覺得麻煩 違反他比較偏心 他對Office比較好 因為 Office的話 你貼上他 至少多重貼上的時候 好像有10個到12個 對不對 可是其他軟體 是不是就沒有 那比如說你的郵件 也沒有這個功能 這時候就只好怎麼樣 再回去貼 複製再貼 你有沒有發現 舟車勞頓 你用滑鼠 雖然都做在電腦裡面 但是你的 移動路徑多很多 所以說你看我這裡 我從剛剛上課到現在 已經摳過這麼多了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 用過的都在裡面 這樣有沒有不一樣 有 所以這是第一個 那 你看喔 我把比如說我這邊的word打開 所以呢 今天我一個空白的文件 我今天要什麼內容 我現在是圖片 就兜兜 有沒有圖片進來 好 那我今天呢 我要文字 不要再回到過去了 有沒有兜兜又進來 然後我要再這麼早一點的 兜兜 有沒有回來 這樣有沒有快一點 很神奇 你不要這樣子 是微軟沒有認真啊 他從以前到現在都沒有改進啊 是微軟沒有長進 我們是不得已的 所以只好找外面的人來幫忙 這樣了解 那 剪貼部 還有很重要的功能 你知道嗎 什麼功能 你用了很多剪貼部 平常各位 是不是都用搜尋引擎 你現在用搜尋引擎 都用哪一家 Google 你們用過別家嗎 雅虎 不是Google 但是雅虎用的是微軟的 然後等一下我們那個 測影底會跟各位介紹 那你都問他 請問你 電腦的 你要問誰 你自己電腦要問誰 你問他有用嗎 沒有用 所以你知道嗎 我們這裡的剪貼部 剪貼部 也是一個資料部 有沒有發現有搜尋的功能 所以呢 你看 我要找那個 DITTO 有沒有馬上關鍵字不一樣 所以各位 請記得一件事情 天下事物Google 家裡的事 問這裡 好嗎 你用過的剪貼部 你就來這裡 問一下 他就找出來了 因為當你剪貼部 用很久了 數量就比較多 你用過的就 查一下是不是就找到了 你不覺得這樣比較方便嗎 方便很多 這樣有沒有發現 你浪費了很多青春 哈哈哈 因為 行政事務說真的 行政事務我們有很多都在做重複的事情 所以我們希望 提升工作教育之後不是要你做更多事 是你有更多時間可以做不想 你自己想做的事 這樣了解 所以你先試一下 那 等一下呢 順便提一下 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 文字圖片還有什麼東西會經過剪貼部 你們 表格表格也是 表格 比較算是文字類的 還有一個你們忘記的 檔案要不要經過剪貼部 Copy到隨身碟 Copy到哪一個詞碟 是不是剪貼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 如果呢 你在這邊 假設我Copy這個檔案有沒有 CMSO加C 好你看一下這裡 請問有沒有檔案 你也可以資料夾 所以呢你今天如果啊 那個 哪個同仁 我要把檔案 摳到 兩個以上的隨身碟 你平常的做法怎麼做 這個複製一份 然後到那邊貼進去 然後他另外一個查信檔資料 回到這邊再複製一份 又貼進去 沒那麼麻煩 你知道嗎 只要你檔案還在原來的地方 你今天啊我要放在桌面 我就來這邊 兜兜兩下 有沒有就貼過去了 那你換到另外一個 一個位置 再兜兜兩下 兜兜 有沒有又貼進來了 只要檔案還在 檔案也是 他管的管轄範圍 可以嗎 所以 你的剪貼簿就是 這樣 就會變得比較好用 那各位回去 需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剪貼簿的收集 是不是一開始 電腦打開就要做 所以呢你就在這邊 你看一下 在這裡 在這個上面按滑鼠右鍵 你們執行的應該都是中文 都是中文的 你按一下 上面有沒有一個選項 你把它按一下 因為呢你回去之後 必須要 是不是電腦 啟動的時候就要執行 就是這個 這個唯一回去要做的 這個就夠了 這樣就可以 那 請問要記住幾次比較好 剪貼簿你就要記幾次比較好 現在你已經自由了 解放了 預設 應該是100次 也就是說 超過100次的 就怎麼樣 就從最舊的那個再覆蓋過去 那你後面要加一個零 要加兩個零 老實講也可以 但是有時候人記性不要太好 所以呢 你就總是要讓他清掉啦 因為你記的越多 他當然 記的東西 檔案就比較大 好就比較大一點 所以你這邊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記幾個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那 另外呢 就這個 你按一下確定就好了 另外呢 還有 幾個狀況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 超過100個 我家裡面超過100個 他會慢慢不見嘛 可是呢 有時候我們會有種需求就是 我今天 可能你在 執行某個 專案 或某個計劃的時候 有某些資料 常常要call 比如說計劃的名稱 或某張圖片常常要用到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告訴他 這個圖片我最近常常要用到 你可以按滑鼠的右鍵跟他講 不要自動刪除 也就超過100個 會留著 這樣了解嗎 因為有時候你某些檔案是 比較常用到嘛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之後 有沒有加一個星星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再來這邊 好回到這邊來 比如說同學問這個問題 Ctrl加C 好我現在看一下 有沒有 是不是進來了 被擠下去了嘛 對不對 你在複製也會擠下去 再複製其他地方也會擠下去 這個沒有 因為這個圖片他沒有這樣複製 我就直接用這個 我用這樣抓圖的 好複製 好 是不是又擠下去了 反正他就是到最後不會被刪掉 那如果你有某些 除了我希望他 不被刪掉 我希望因為最近太常用到了 希望他能夠放在最上面 對不對 這樣我要的時候就隨時叫就有了嘛 你的小助理就在那裡 按右鍵 有沒有叫Clip Order 排序 有一個黏在最前面看到的 按一下 有沒有跑到上面來了 這樣子呢 你就算有新的內容 登登登 你有沒有發現 我很會三下 我都只跟你約到三下而已 都不會跟你約在身上 有沒有 我們是擠在最上面 他不會被擠下去 這樣了解他概念的齁 事實上他功能還蠻多的 不只這樣子齁 只是我們常用的大概是這些 所以你可以先試看看 好不好 希望各位 以後你剪貼布都比較厲害一點 呵呵 那麼我們最後點屏幕 那修理 教材 我們終於是 在幫你 修理 照顏